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60岁后刻意减肥的女性 活到90岁的几率降低17% 没有刻意减肥体重数字 却减轻的女性活到90岁的几率 则不到50% 此研究指出上了年纪的女性 发现自己没有刻意减肥下 体重却往下掉 可能是健康出问题 过了50岁之后 让王小姐真的没有办法 忽视体重状况 尤其常运动又这么注意饮食 但自觉奇怪 体重仍然没有明显改善 我想要在我可能中年 跟老年的生活的时候 我是可以独立的生活 自主的生活 不用人家照顾 所以我必须要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好好的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常常提到 如果我们饮食 我们使用健康餐盒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看 在健康餐盒里面的成分 包含了这个碳水化合物 以及它的蛋白质 以及它的纤维 分配的比例是否呢 那是一个均衡 研究发现 对于刻意减重的老年人 只要体重减净超过百分之五以上 就可能增加癌症 心脏病和脑血管 相关疾病的死亡风险 那是因为老年时期体重下降 通常会伴随着肌肉和骨质流失 若想要减重低碳饮食 对于很多想要减重的人来说 是一个选择 但最近有研究指出 若长期食用低碳饮食 可能会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死亡风险 我想它应该是针对它所替代的食物呢 比如说它以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或者是脂肪来代替所谓的低碳饮食 所以它因而引起的 我们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 或者是氧化压力的增加 都会造成这个死亡率 一般的认知是 过重会增加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但有研究指出了 与老年人的肥胖悲论一致的发现 也就是BMI过轻的老年人减重的话 他的死亡风险会比过重的老年人减重还高 这可能是因为BMI略高的人 拥有更丰厚的热量和营养储备 维持稳定体重很重要 也要兼顾健康饮食摄取 其中这个碳水化物呢 大概应该占差不多45%到55% 同时呢我们要兼顾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 还有脂肪的摄取 各种维生素 矿物质 特别是铁质 钙质等等的均衡的摄取 医师提醒民众 平常就应该重视饮食控制 经常保持规律运动习惯 避免高油 高糖 高热量食物 稳定体重标准 降低疾病 发生率 好 根据最新的统计 国人成人过重以及肥胖率 居然高达50.3% 这可是日本的10倍 好 我马上来请教一下梁医师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before after的比较 这个大概多久以前 这个差不多是9年前 9年前的时候84公斤 对不对 现在66公斤 据说您的身体年龄 也减少了有11岁 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定义 这个所谓的身体年龄又是什么 身体年龄它是依据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去做换算的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代谢 跟肌肉量很有关系 所以它会去衡量你身体的肌肉量 脂肪量去估算你的基础代谢率 用这样去来算你的身体年龄 我们知道我们全身的肌肉量 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是最巅峰 之后开始会下降 平均大概每10年会下降3%到8% 差不多65岁以上大概每年降1% 所以通常一个80岁的一个长者 它的肌肉量大概是年轻时候 只剩下一半 所以你要维持身体比较好的体年龄 就要把你的肌肉量拉高 现在你可能用一些仪器 就会帮你测 根据你现在的年纪 然后去看你的 跟你的同年龄比 你的换算 你的身体年龄大概是多少 好 你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其中也是需要一些努力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您的减重菜单好不好 好 这是早餐的部分 听说这是早餐 你包括了无糖豆浆 黑咖啡 还有水果 蛋跟吐司面包 这个比较跟一般人早餐比较像 对不对 其实我也没有说 刻意去避开碳水化物 我们当然减重的人很怕吃碳水 我可能会先摄取一些 比较足够的蛋白质 可能蛋 豆浆 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然后再吃碳水化物跟水果 那就尽量可能去检糖 你就不要去喝拿铁 那午餐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午餐我都是 太太都会帮我准备便当 不是有白饭 它占比大概是这个便当盒 大概是四分之一 是 其他的部分就是可能蛋白质 蛋白质大概 或者肉 对肉 蛋白质的量 也许我会再比四分之再多一点 蔬菜还是希望多样的蔬菜再多一点 是 好 这是午餐 我们来看晚餐 晚餐是不是就真的完全都不吃碳水化物了 很少了 你看可能只有 一口 一口两口这样子 那其他还是一样维持蛋白质跟蔬菜 好 不过这个早晚餐的内容之外 还有一点 就是你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 用餐的顺序 很重要的是用餐的顺序 这是什么样的理论 我们会肥胖的原因就是 其实荷盟是重要的关键 荷盟在调控这些 主要关键荷盟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不是只有把你的血糖压低 它在身体是一个合成代谢的荷盟 它包括蛋白质的合成 控制血糖 最重要它是脂肪的储存 所以我们在做减重的过程 主要就是在针对这个 胰岛素来调控 会肥胖的人通常是 胰岛素的浓度太高了 高降下来有两个很重要的秘诀 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减糖 因为糖会让你的 糖类的东西会让你的血糖波动很快 血糖一旦冲高 胰岛素就会冲高 第二个就是不要让它频繁的出现 不要让胰岛素频繁的出现 你只要吃东西 胰岛素就会出来 出来在调控你的血糖 你让它一直奔波一直奔波 胰岛素浓度不只高 也很容易造成胰岛素阻抗 我们知道胰岛素阻抗 是很多慢性疾病的根本的原因 提到用餐的顺序为什么重要 就是说我们吃什么东西 都可能会引起胰岛素的上升 比较不会引起胰岛素的上升是脂肪 脂肪比较不会 蛋白质会 糖类的东西更会触动胰岛素的上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生糖素也会上升 生糖素就是一个分解代谢的荷尔蒙 它会燃烧掉你的脂肪 把甘糖拿出来使用 只有你先吃蛋白质的时候 这时候糖的量还不太够 它的胰岛素不会启动太多 蛋白质吃完后要吃大量的蔬菜 大量的青菜 那这些纤维脂当然很重要了 如果你有很多的蛋白质跟蔬菜 在我们的胃里面 它会延缓糖的一个上升 好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 水肉菜饭果 这个顺序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内化然后成为行为 另外就是很多人就减重减重 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好像就卡关了 然后就会进入停滞期了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靠运动 对不对 塔巴塔是非常累的 我在减重过程 从大概84公斤 减到72公斤就停顿了 然后在医院自己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发现还是有 本来中度脂肪肝减到轻度脂肪肝 内脏脂肪还是不少 这最后一离路 还是要靠运动来达到 后来发现有个就是 高强度的间歇性运动 它只要每天7分钟 那就可以达到这样很好的一个 高效拦止的效果 那刚刚提到说 不要看这个7分钟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大概它12个动作 我大概做到第11个动作 就跟不太上去了 那勉强做完之后 我大概摊在沙发上 踢踢 对 摊在那边大概15分钟 然后还一直在喘 一直在流汗 所以它会有这种 我们叫afterburn 好 每天7分钟 您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呢 好 最后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走了这个蓝色宝地 两大岛屿 都知道这两个地方是长寿岛 对不对 好 其实他们也归纳出来 所谓蓝区挑战的power9 好 这是长寿9原则 我们现在就来请两位来宾 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如果其中要挑两大 您觉得最重要的因素会是什么呢 马老师先来挑 当然9个都很重要 可是我自己觉得 人生还是要有目标 应该不会是适度饮酒吧 很多人问我说 你带团可以带到什么时候 说老实话我觉得 我带团可以带一辈子 因为可以随着自己的状况 体能做不同的一个改变 个人觉得人 现在越来越长寿 人生还是要有一定的目标 另外我觉得人要活 当然就要动 我们常讲活动活动 对不对 就算你活在那边都不能动 我觉得那人生 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尤其对过动了的我来讲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适时的动一动 是 男护院呢 确实这9样都蛮重要的 如果让我个人挑2样 我当然第一个 自然动一动很重要 如果选第二样 我是会选 亲爱的人摆第一位 有时候想说 我们活那么久干什么 就是希望跟你亲爱的家人 或者你最爱的人 可以相处久一点 对 其实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 蓝色宝地的话 就会知道 其实亲密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重要 谢谢两位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稍微回来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全世界这个最长寿的国家 也就是百岁寿星人数最多的 是哪里呢 答案是日本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日本人会比其他地方 更加的长寿呢 除了清淡的饮食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马上回来带您来看这则报导 请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